哈哈 晕车了吧 还是挺可爱的 车子钥匙一拧 他就睡 哈哈哈哈 好可爱呀 你看闭着眼睛 听我说呢 他知道我们马上要出发了 他知道要开车车了 他这样也挺好的 因为他这样的话就不会晕车 不会吐也不会流口水 好吧 我们出发 现在是往成都方向开 这个家伙一直在睡 一直睡 能一睡醒呢 我们就把你从云南带到成都了 你说我这次下游的 从成都 从云南 领养了一条狗回去 这个应该叫收养 收养了一条狗狗 这家伙已经睡了 有三四个小时了 嘿 要不要下去上个厕所呀 你这是晕车呢 还是真的想睡觉这样呢 我们把它放下去休息一会儿 这服务区还挺好 就是没有看见人 一个人都没有 要是我觉得国道的像这种服务区多一点就好了 晚上住车也很方便 这家伙现在在吃他的零食 他也是有点饿了 不敢给他吃东西还把他吐 但是我一开车绝对马上睡觉 我们开车车了呀 看看马上就要睡了 别咬直啊 开车车了你还不睡觉 我都看会不让你会 谁说我推断 谁说我长得丑 可是我最梦 把你心都融化掉 你有很多的朋友 我却只有你 你一定要对我好 我摇摇摇 我用力摇 看见你姐妹烦恼 我摇摇摇 我到处摇 有时候也会胡闹 我摇摇摇 我用力摇 我是你的大火宝 我摇摇摇 我到处摇 我常会转不知道 刚开始的时候 把我给吓的呀 又是流口水 那个口水千丝 我跟你说 然后一直流 不停的流 而且流眼泪 就是委屈的 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然后呢又吐 现在就好了 睡觉 慢慢就适应了 你也睡得太香了吧 你也睡得太香了吧